有樓臣趙國雄跟我們討論不同的房屋土地的話題 之前我和湯博士都談論過交易公園是否六七成土地是交易公園 美國的國家公園都佔了很少地方 現在前特首梁振英開始說是否可以在大南交易公園畫地建樓 怎樣看交易公園是否神聖不可侵犯 其實交易公園形成是兩個因素 一個因素是以前香港的基建不是很發達 很多地方特別在新界偏遠來說 你根本沒有發展因為你沒有路到 所以那些地方是發展不到 但現在在回歸之後其實我們投資了很多基建 所以其實新界很多地方現在都可以用得回 是否我們在整體規劃方面都要考慮一下 第二個問題是交易公園 以前為何有那麼多交易公園呢 其實香港是沒有天然水 是那個雜水區來的 因為我們沒有河流 所以你看到很多交易公園 其實都是為一個水塘的雜水區 比較多 我最喜歡金山交易公園 你猴子看 其實那個是九龍水塘的雜水區 所以現在我們有國內的東港水過來 那是不是還需要那麼多這樣的雜水區呢 未必一定的 那這個是社會都應該是 大家可以開城報工一些 大家聊一聊 看看究竟是怎樣 那你問我個人來說 那我好幾年前都講過 其實香港的交易公園 是不需要那麼多的 因為你住都沒有地方住 都不夠地方住 那地方小的時候 樓價貴的影響到大部分的市民 那所以其實是不是都可以 釋放一部分的交易公園的土地 出來是可以建房子呢 其實大家社會都可以討論一下的問題 以前很多時候覺得是禁區 但我從來不覺得這個是禁區 因為這個是社會的事 大家的事 為什麼不可以在社會討論呢 劉沈你剛才說的那兩個理由很簡單 但是我真的閉向了 我沒有考慮到 我兩個理由很簡單 就是雜水區和交通 就是兩句話說出來 我沒有考慮到 其實政府呢 劉沈菊真是有心思這裏 就是不要死留一面頸 就說交易公園就是交易公園 碰都不碰得 雜水區都沒有用 東商水你不跟台灣來 台灣不動交易公園 台灣真的要靠它做雜水區 為什麼現在罕災呢 那我覺得就是長一段 中線和長一段就是收一些棕地 這些就是先幫助 交易公園長就是明月大雨 可以不做 可以說不做都可以 講十年了 其實我覺得明月大雨那個 香港的看法好像很大型的基建 其實又不是真的這麼大 現在填海是周圍都填的 我們在新加坡 新加坡填海不是更厲害 你每兩年都不見到海運線 所以其實那個 我講來講真的 現在香港面臨著 目前我們的土地資源是不夠 應該怎樣盡量可以釋放多些 或者增加多些土地資源 其實這個是香港整體社會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盡快盡早 拿出來大家討論一下 當然這個會影響到一部分人的利益 也會影響到一部分人自己的看法 但這個是香港整體利益 永遠是整體利益是先行的 大家拿出來討論先 沒有任何禁區 這個是影響到香港所有人的關係 我們其實除了那個 家庭公園 其實我們都不是說要全部建樓 有些人會怕我們不能行山 不能享受大自然 其實不是 你拿百分之一出來 都已經很多人可以住到 還有很多家庭公園 其實已經是接連著新市鎮 你說馬安山家庭公園 樓下已經是馬鐵 大南現在的選址 其中一個選址 講到房協做了研究 步行就已經走到大南的巴士站 隧道口巴士站 一公里去西鐵站 其實很方便 交易公園一直在大 一直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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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在大 一邊在一邊 一邊在一邊 總共交易公園 就是總共釋放出來 還有一些補償方案 有些人說 大南那裏拿了一塊 或者馬安山拿了一塊 那你就在大嶼山 那裏又把家庭公園進去 一直在做 總的面積不減 始終來講 一定要有一個魄力 魄力 魄力出來討論 魄力出來研究 看看是否可以落實 可以得到 這樣才是重要的 大家經常都覺得 這些是禁區 那些是不提的 那些是影響人 這些可能會有什麼爭議 其實社會一定有爭議 現在就算不夠土地 我們也是在爭議 所以爭議是沒有問題的 最重要的是大家的大前提 一個目標 可以解決到香港問題 為香港一個長遠發展 提供到一個足夠的土地資源出來 除了一個方法 我們有老友蕭穎青 經常說 最快應該是地積比 鬆掉了 地積比 那就可以即時起多一點 不用找地 其實我們公司的收購舊樓不多 但這些舊樓要收錢回來 都需要一段時間 那個不是最快 那是其中一個方法 不是最快的 因為你用放寬木权的地積比 一定是收舊樓 收舊樓是一個很 不要說痛苦 是一個很擁長的過程 是一個很擁長的過程 那樣東西是絕對不容易的 所以你問我 最容易來說 可能是用途規劃的改變 可能有些工廠樓 工廠效果 現在都沒有什麼 特別需要在市區裏面有工廠 那些改變的用途 或者交野公園是邊緣的 可以釋放一部分出來 甚至我自己的看法 可能面人大如填海 都比收舊樓還快 因為收舊樓 你是完全掌握不到的 那我至少填海 五年十年都一定會填出來 樓神有前線的痛苦經歷 他們收舊樓 他們有一句說話 鬥場 鬥場 你想想收多久 那你送了一些證據 可能有多些誘因 推動快些 沒有的 即是說土地價值又升了 買舊樓其實更難收 不過那些釘資本就知道 更難收 原來持久一點有好處 結果他一定不賣 那個不是馬上解決得到 那似乎要多管齊下 一定要多管齊下 不要說一招半招就解決了 現在在做中地那裡也算不錯 起碼也有些成績給你看一下 中地好像古洞 剛剛投地完 城市都很好 價錢很漂亮 香港是很需要土地 古洞都賣到萬百元呎 估計將來 那地價成本相對 我們都覺得不便宜 是的 但是這個 政府又買了一些地 最近還出上方保健 土地收回條例 收回棕地有三幅 第一批 接種下來還有 這些其實濕濕碎碎 再出來賣 這些都是一個多管齊下 如果你說只是做一件事 那些個別的團體 或者個別的影響到人士 覺得你針對它 如果你說多方面多管齊下 可能大家會覺得 這個是香港整體社會的問題 大家都一人讓一步才解決到問題 就不是說只是我自己出力 其他人都應該幫忙出力 解決那個問題 那個祖堂地有一個討論 最近有些祖堂地 因為很多業主都分散了 那些族裔 很多都是移民去外國 現在有個建議 用家族辦公室去擁有祖堂地 然後再跟發展商商商合作發展 其實是那個社會一直進步 其實一路一路的形式都改變了 現在來說 家族辦公室也好 或者中親辦公室也好 其實都會有這樣的代表性在這裏 那這個當然影響到 是相對多一些的法律程序問題 那其實大家都可以 即是開心見城 開心報功 坐下來討論一下 有沒有方法解決 那有解決 好過就 有一個移象公移民 那你又搞不定了 你一定有一個魄力 把那些事情提出來 放在那個日程上面說 才有機會解決 即是建立一個框架 等到大家有一個方向 原來不提出來討論 是沒得解決的 我們一路過往一路覺得 禁區太多 其實來說 是不是真的要禁區 其實沒什麼需要禁區 因為這是不是整體社會好的事情 應該提出來大家討論 應該取消禁區 這個禁區 就是重點發展 大灣區四大發展項目 就是港深河套區 四大之一就是港深河套區 跟前海並列 即是國家級的支持 如果我們可以再前瞻一點看 根本出來講 你的邊境那裏 是不是都應該考慮一下規劃 怎樣開發那裏 就不會永遠作用 仍然是邊境 仍然是邊境 但現在政府說的邊境 就是河套區 都是說創科 假裏科學員 創業員 都不是說太大量的人 住在那裏 香港政府那裏 深圳那裏就是很多人住的 所以我剛才說 是否作為一個大整體規劃去看 我們在大灣區裏面去看 現在五十年不變 它過了一半 很快就過了一半 將來香港和深圳之間的關係是怎樣 還是要畫一條線在那裏 即是有一點前瞻性大家可以討論 可以考慮